在了解了基层处理之后 下面是蜂蜜软磁各个品种的粘贴示范展示 粘贴MCM皮开砖应先从弹线定位 用小铲刀将调好的蜂蜜软磋粘接剂在产品背后刮浆 保证满浆率在80%以上 产品边缘部分不要放过多浆料 双手上下挪压产品调整缝宽 让产品与墙体接触均匀 用塑料袋装填缝剂填缝或用硅铜胶填缝 6毫米缝选用8毫米钢筋条拉凹缝 在填缝剂拌干时进行 如有填缝剂溢出缝外 待拌干时用小铲刀挖出编料 切勿湿擦 用干海绵除去表面污渍 在基层面做好处理后 进行拉线掉线定位 然后在产品背面刮浆保证满浆率在80%以上 拉出锯齿纹路 上下挪压 调整缝宽 用胶拍拍打 使其粘接均匀 用塑料袋装填填缝剂 填缝 6毫米缝 用8毫米钢筋条拉凹缝 在填缝剂拌干时进行 溢出的填缝剂 待其拌干截时 用小铲刀铲掉 用干海绵对表面灰尘污渍进行清理 对干截难以查实掉的污渍 可用小铲刀铲除 对基层进行检查 确保木基层无开裂 无翘起 在产品背面刮浆 满浆率在80%以上 拉出锯齿纹路 用塑料袋装填填缝剂 填缝 也可用不锈钢条释缝 上下均匀挪压 调整缝宽 用胶拍拍打 使其粘接均匀 严禁用手指按压 会导致产品表面凹凸不平 在玻璃胶干截后 撕掉表面保护膜 溢出的玻璃胶 待其干截后 用彩纸刀铲除清理 用干海绵对表面灰尘污渍进行清理 对干截难以查实掉的污渍 可用小铲刀铲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